大家好,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很多人都不知道糖尿病 提到这个糖尿病,想必很多人都是有所了解 这是一种终身性的代谢疾病 并且伴随着多种病化症,目前是不能够彻底治愈 那么糖尿病患者不仅需要每天服药或是注射胰岛素 还要严格控制饮食,甚至加强运动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谓是极为深刻 很多人都特别的害怕 根据权威数据也显示 全世界的成人糖尿病患者大概有4.73亿 而在我国糖尿病患者则达到了1.2亿水平 糖尿病前期4.9亿人均排在世界第一位 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那么在日本的一些医学专家也大声喊道 一些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血糖 不能吃主食 糖尿病患者在主食方面是要谨慎一些 需要控制好一定的量 需要选择好种类 那么不能吃的一点都不能吃 不吃主食能够降低血糖的说法是一个误区 如果不吃主食能够满足我们身体一定的需求 身体自然消耗脂肪还有蛋白质 则容易饮花 同症酸不良反应 而且正处在饥饿情况 血糖虽然会降低 但是过段时间就会慢慢升高 不利于血糖的稳定 是无糖食品可以随便吃 无糖食品虽然看似提高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是实际上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是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一些没有糖的食品 但是不能随便吃 在挑选无糖食品的时候 更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有些无糖食品拿淀粉等一些材料做 使得材料本身就具有身高碎糖 有些无糖食品虽然不含糖 但是含有一些人工糖 那么有一些人工糖也会让血糖上升 那么在挑选的时候 要谨慎一些 要看到底和糖尿病患者能不能吃 5.我们看一下糖尿病患者不能吃的一些水果 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一点水果也是不能吃 他们也都认为 水果当中含有糖分 那么吃下气会让血糖马上升高 这是一个常见的物件 在实际上 糖尿病患者是能够吃水果 水果也能够为糖尿病患者补充维生素 等一些营养物质 而且有些水果升糖指数很低 你吃下去之后 对碎糖产生大量的影响 那么则是很少 只是控制好量和吃的量 时间就可以了 不过好多人还不知道哪一些属于低糖水果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水果 它在日本研究当中 它是属于非常低糖的水果 也是适合高血糖患者或者减脂人群日常来补充 1.苹果 许多糖尿病人都不大敢吃苹果 因为苹果它属于低糖水果 是一种就可以 那么开胃消暑的水果 糖尿病人适当地吃一些水果 对于体内血糖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2.柚子 柚子它含糖量不是很高 并且它的生糖指数也是很低 而且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吃 建议糖尿病人吃柚子的时候 最好选择在两餐之间 那么少量进食 因为柚子有一种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那么糖尿病人经常吃它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 第三种就是柚子 这个柚子虽然吃起来也是甜甜的 但它里面含有的糖分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一些容易化胖 还有糖尿病的人 那么都可以来吃 第四种就是荒石瘤 荒石瘤它属于糖分很少的水果 并且它含有的糖分为7.9% 那么荒石瘤可以抗氧化 对于喜欢吃荒石瘤的朋友 一般体质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少量的吃一些荒石瘤 第五就是樱桃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吃樱桃 樱桃本身含铁量很高 它内部含有的糖分也是很低 她的病人在吃樱桃的时候 可以增加人体内一道素含量 能够调控血糖 降低血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柠檬 柠檬它也是属于含糖量特别低的水果 并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是一种可以提高免疫力 美容忽忽的水果 也是可以说美容的一个天然佳瓶 能够改善皮肤色素沉着 那么美白几乎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在日本一些医生都禁止一些糖尿病患者 绝对禁止吃的水果 可以引发血糖瞬间就飙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种香蕉 香蕉它是一个高糖水果 所以吃了之后血糖会立马升高 这个大家就不要来怀疑 也不要尝试 不想毁掉这几天努力控糖的一个血糖 最好一口都不要吃 第二种甘蔗 甘蔗它是一个纯天然的遮糖 不光糖尿病人不能吃 肥糖偏高 还有年龄40岁以上的人都尽量不吃 或者少吃 不然病化症会提前找来 我们再看一下桂圆 这桂圆肉也是糖尿病患者 一口都不能吃 很多人都不理解 在日本的一些医学专家也强力 建议桂圆一定不要吃 桂圆吃起来并不会那么甜 但是它含糖量确实很高 吃了之后血糖马上就能够上去的 我们再看一下榴莲 这个没有糖尿病也是应该要少吃榴莲 糖尿就一口也不要吃了 糖分呢主要是遮糖 吃后血糖力马升高 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就是大枣 大枣糖分异常高 平常容易滴血糖 那么可以随身放几个 可以用来预防滴血糖 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控制好 糖尿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好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 就像我一样